你好,我是健松,这是BFM财经所制作的财经股市 大致总体经济小制股向走势,让你东西市场先机 IPO市场在这几年开始蓬勃发展 那马股继2021年迎来30家新上市公司以后呢 今年的IPO市场继续火热 寻求在今年完成上市活动的公司预计达37家 那大马证券监督委员会SC制定了IPO的程序 以确保每一家新上市公司都符合标准 这当中也包括了要保护投资者的利益 那投资IPO不应该只是依赖新闻报道 或者是一些股票导师就能做出决定的 那招股数里边所提及的一些公司前景 股东检介,业务风险到这个领域走势呢 都是投资者需要关注的事项 那究竟IPO有哪一些程序 在保护投资者权益上有哪一些事项呢 投资IPO时应该做一些什么 今天我们请来负责 企业相关事务的法律顾问 脸破律师事务所managing partner 普瑞英Spring来为我们聊一聊 Spring你好 嘿坚松,哈喽BFM的听众朋友们 大家好,我是来自 Lian Paul律师事务所的律师Spring 坚松今天谢谢你邀请我来到 BFM财经当课 今天非常感谢你特地抽空来给我们上这一课 那你看IPO是有投资银行提成给监管当局的 并进行推销工作 那很多人不知道 律师在整个IPO活动当中 其实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 你可以谈一谈律师事务所在IPO所负责的范围有哪些吗 是的,建松 很多老板对我这想要自己公司上市的这个梦 期盼着自己有一天可以到马来西亚证券交易所去敲这个上市的钟 或者是正确的来说是敲这个锣 可是公司要IPO上市其实是一个很大的工程 因为一家公司要IPO上市 其实不只是牵涉到申请公司本身 一起参与整个IPO审核程序的 还有来自其他不同领域的专业人士 那其中一个领域就是律师的 他在筹备申请上市工作的时候 申请上市公司的这个顾问 他就会协助去组成一个禁止调查工作组 那这个工作组是由上市公司申请人的代表 投资银行、律师、独立市场研究人员 会计事务所、公司秘书等其他的人员去组成的 那说回律师在IPO的时候负责的范围 基本上因为资本市场 他交易涉及到向广大的公众去筹集资金 所以律师会针对申请公司的基本情况 还有一些历史的情况 去进行这个详细的调查 那这个流程被我们称作就是法律禁止调查 Legal Due Diligence 然后之后律师就会去处具法律的禁止调查报告 然后还有去建议给公司 他们觉得要公开给证券委员会 还有大众投资者的一些资料 或者是一些潜在的风险问题 那其他专业领域的人士 他们就会负责其他领域的禁止调查 那禁止调查也可能帮助到解决任何 可能会影响到或者是延迟公司上市的一些潜在问题 除了禁止调查之外 律师负责的部分也包括去写或者是起草 必要的一些文件 比如说禁止调查计划备忘录 那这个备忘录呢 基本上是去说明整个Due Diligence的目的制度 还有流程 禁止调查的这个范围 还有负责改范围工作人员的责任 那律师呢 他除了要做这些之外呢 他也是必须要去就是起草这个验证笔记 还有验证会议记录的 也就是我们叫做Verification Notes 还有Meeting Minutes 还有去准备禁止调查每一个工作组 他们去开会的时候的这个会议记录 那可能听众朋友听起来会不会好像很复杂这样 可能听起来也是懂非懂我在说什么 基本上呢 律师的工作就是要去确保 还有协助这个申请公司 还有禁止调查工作组 在IPO上市的时候 所提交给马来西亚证件所的所有的文件呢 都要遵守这个法律法规 然后在上市的过程中呢 为申请公司提供法律事务相关的一些建议 让这个申请上市的公司 他可以顺利的去上市 然后尽量的去避免啊 申请上市的公司 还有禁止调查的工作组 因为在上市的时候 没有遵守到一些法律法规 而受到就是证券当局的惩戒 或者是法律制裁 所以一般上你们要确保 他们所提升的那些资料都是真的 对 那个照顾书里面的所有资料 都是必须要是准确 然后是无误的 有没有公司会尝试造假呢 当然是有啊 所以是非常要小心的 所以你们不会完全就接纳 他们所给你们的资料 你们会重新审核 然后有一些你们有疑问的 一些资料 会跟他们在做对接嘛 对不对 是的 是通常呢 都会有很多轮的这个会议 去确保 就是招股书里面 所写的每一个资料呢 都是准确的 然后没有试图 要去有一些隐瞒的 所以这个证券监督员 会在纳入法律这块的时候 是为了确保 投资者在读完 这个招股书的时候 是完完全全是了解 这家公司 然后他里边的资料 都是很准确的 这是他们想要达到的 一个目的吧 是的 是的 所以每一个投资者呢 都要知道自己的风险 那风险呢 就包括你要去了解 这家公司的一些业务啊 然后还有在招股书上面 会透露给投资者 就是这家公司 有什么样的风险 是投资者要去注意的 明白 你看IPO招股书的撰写工作 是由律师来负责 还是律师跟投资银行 一起负责的呢 当中有很多的文案 很多的背景资料嘛 然后律师行 你们所扮演的角色是 附属的角色 还是你们在主宰 整个IPO活动呢 律师事务所在招股书方面呢 扮演的算是一个 附属的角色吧 像我刚才所说的 IPO的整个流程呢 会有来自不同领域的 这个专业人士参与 包括这个招股书也是一样 那投资银行呢 它会扮演着这个主导 还有协调的角色 监督整个上市的活动 包括进食调查的过程 还有去准备起草 还有提交这个招股书 还有申请文件 那律师的角色呢 则是针对上市申请公司的 这个文件 还有招股说明书呢 去做一个法律的审查 还有验证的工作 基本上呢 就是去协助 确保禁止调查工作组呢 他在申请上市的这个文件 还有招股说明书里面 所提供的所有 信息呢 资料呢 都是准确的 然后不是虚假 或者是有误导性的 或者是有任何的 这个重大的遗漏啦 那招股书里面所提供 像我刚才所说的 都是必须要是经过查证 然后是确保没有误导 或者是有欺骗的 这个行为的 那在招股书里面 特别需要 法律去咨询的部分呢 就包括去确认 这个关于申请公司的 一些资料啊 包括公司的 成立的日期 申请公司的 主要股东是谁 子公司是谁 董事 他的业务性质 股本 还有没有一些利益冲突 或者是风险 相关的一些部分 明白 你看我们时常听到很多上市公司 或IPO公司提到的 Due Diligent 一般投资者呢 会把它当成是一种审核的程序 究竟这个Due Diligent涵盖了什么呢 这个动作它又对保护投资者 有着什么样的意义呢 因为你这个Due Diligent 它不只是在 IPO活动会出现嘛 很多时候你在做一些M&A的时候 还是你必须做一些 corporate exercises的时候 都会看到 哎 你要律师要做这个Due D 那Due D是为了什么 然后投资者应该 怎么看待这个程序呢 嗯 杰松你说的是对的 那Legal Due Diligent 就是我刚才所说的 这个法律禁止调查 那法律禁止调查呢 有两个主要的目标啦 在上市的这个project来说 那第一个呢 就是确保想要上市的 这个申请公司呢 它有去遵守 有关上市的一些法律 那第二个呢 就是想要确保 这个上市的申请公司呢 它向公众所透露 关于公司的所有资料啊 还有信息啊 都是完整 真实 还有准确的 然后可以让公众 在认过这个 上市申请公司的 薪股的时候 他们可以做出一个 知情的判断 那法律禁止调查 涵盖的部分呢 包括调查这个 公司的实际控股人 就是去看公司的名义股东啊 还有实际股东 是不是一样的人 公司的董事 然后还有公司的 业务的合法性 包括这个公司 有没有政府的批准文件 或者是 有没有营业执照 去执行他的业务 那我们看到的是 有一些公司 他们要去上市 可是他们在 不知情的情况之下 可能职业了几十年 都没有一个 合规的这个执照 那律师呢 在进行这个 禁调的时候呢 也是会去调查 这个申请公司 他在更新营业执照啊 是不是有遇到什么问题 或者是 如果他在 更新营业执照的时候 有遇到什么问题 那这个IBO的律师 就必须要去仔细审查 这个更新的问题的原因 然后这个原因 是不是对投资者来说呢 是一个潜在的风险 因为刚才我说了嘛 投资者都要去 明白还有了解 这个公司的风险是什么 然后业务会被备受影响 所以你刚才提到 这个执照这一块 我身上听到 很多这个IPO上市公司 他就是 什么他的 这个建筑物不符合标准 还是他的 什么Bomba那边 他也不符合标准 所以他们在这一块 很担心 还是他的员工宿舍那边 可能不符合标准 他们就很急忙 很忙的 要去拿这些执照 为了要符合 这个IPO的标准 就是你刚才所提的执照 这些就是当中 其中一些非常重要的 所以证券监督委员会 在这些执照 在不管是你的建筑物 你的员工 你的公司 营运方面都非常的 street嘛 对不对 是的 所以公司的这些土地 资产情况 就是刚才建崇所说的 这个建筑物 也没有拿到 我们所说的CCC 或者是CF 这些license 都是监管局会去看的 包括就是 这个申请公司的财务状况 还有没有一些诉讼 就是官司 也是这个SC监管局 会去看的一些事物 那还有一个 很重要的部分 我忘记说的 就是律师 也是会去调查 这个申请公司的 一些关联交易 那关联交易 就是指公司的控股股东 董事 指公司 和他们这些 直接还有间接控制的 企业之间的一些 关联交易 就我们这叫做 related party transactions 是的 很多上市公司 时常也会有 这一方面的公布的 在布萨那边 就是这一块 所以他们在上IPO的时候 也会关注这个 是 这个related party transactions 是SC特别会去 关注的一块 那关联交易本身 其实不是什么非法 或者是被禁止的 一个交易 从正面的角度来看 其实关联交易 是可以达到 就是成本效应的 省时间 因为你跟认识的 这个公司去谈交易 可是从负面的角度来看 它可能会牵涉到 公司利益专一的 这个风险 比如说在 关联交易里面 可能这个交易的价格 他们有根据 就是实际市场的 这个交易的价格 去进行 就是那个valuation那一块 对 可能是比市场 比较高 或者比较低的价格 去交易 所以你们作为律师 你要怎么去决定说 这个是公平的 一个估值 这一块 不是律师去决定的 对 律师会看的就是 这一个合约 或是这一个交易 是不是关联交易 然后再去审核 这个关联交易 是不是独立的一个交易 所以谁会去决定说 这个交易是公平的 投资银行吗 还是他们就 以disclosure的一个方式 在那个招股书上面 去报告就行了 那通常在招股书上面 就会做这个 关联交易的disclosure 让这个投资者们知道 有这个关联交易 然后给他们知道 就是有这个可能 利益转移的风险 明白 所以就写在那个 招股书那边 可是他们所选的 那个估值 没有一方会去质疑的 那就有投资者 自己在读了 那个招股书 自己去判断 那个是不是 一个公平的交易 是的 明白 你看那些律师 帮很多公司 做招股书嘛 还有跟那个 投资银行一起 那以律师的角度来看 招股书那么厚 投资者应该 注意哪一部分呢 以确保自己的 那个风险管理方面 会非常的完善的 那我觉得 投资者 在看一个申请公司 要不要投资的时候呢 公司的盈利固然重要 可是一个投资者呢 我觉得最必须要了解的 就是这个投资的风险 不要有一种 就是投资肯定是 稳赚稳赢的心态 所以要投资之前呢 要去明白 自己投资的这家公司 它的业务是什么 然后在招股书里面 写的一些竞争力啊 还有市场风险 包括这个公司 是不是比如说 是recession proof 或者是疫情 就是pandemic proof的等等 明白 你看一般企业 需要花很长的时间 才能够获得 大马证券监督委员会 的批准上市嘛 一般上 很多公司 他们还没有接触到 这个投资银行之前 就有所谓的corporate advisor 进到一家公司 帮他们所谓的 clean up 增加公司 所以你们律师的角色 并不是在那个时候进来 你们会在 他们已经委任了 投资银行过后才进来嘛 对不对 是的 我们是在 投资银行之后才进来的 对 所以他们委任了 投资银行 然后再进行招股 还有股票报销嘛 然后抽签才上市 这个程序大概要花多少时间呢 我看到有些 花三六个月就完成 有些甚至拖整年 有些甚至做了很久 然后最终他们还是没有上市了 这整个程序那么长 其实也是为了保护投资者的权益嘛 那申请IBO上市的这个申请书 提交到大马证监委员会之后呢 像刚才坚守所说的 大概需要三到六个月 才能获得这个批准去上市 当然有一些公司 可能要花更长的时间 原因可能是因为 他们在禁止调查的部分 有做得不足的地方 然后一直被SC去问问题 那在获得这个批准上市之后呢 这个上市公司就会去委任 投资关系的这个公司 Investors Relation Company 到股票包销IBO入眼 招股书发布 抽签到正式上市呢 还需要一个两到四个月的时间 其实那整个过程其实是蛮长的 然后真的是可以起到 这个保障投资者的效应 然后真的是可以起到 保障投资者权益的这个效果的 那比如说啦 刚才说的股票包销 因为投资银行 他们在愿意包销申请人 上市的这个股份之前呢 他们都会去评估 他们要包销的这家公司的股票的风险 还有他的发行价 那在这之余呢 其实就是在帮助投资者去评估风险了嘛 那投资者因为申请银行去做这个动作 所以就可以比较放心了 那录沿也是一样 那你可以把招股书想象成就是 想要申请工作的一个人的简历 然后录沿呢 你就把它想象成像是一个工作面试一样 那在录沿的时候呢 想要投资的这个投资者呢 他们就可以直接的跟公司的高层啊 或者是高管啊 去会面 然后去问他们一些 他们对这个申请上市公司的一些疑问 那如果他们对这个公司有疑问 然后有一些风险的问题呢 他们就可以直接的向这个公司的高层去询问了 那我们的听众可能不了解这个字录沿是什么 就是我们一直所谓的root show嘛 对不对 对对对 OK所以一家公司他发了招股书 他需要去做这个root show 录沿他才能够找到他要的投资者嘛 才可以买他的股票嘛 才可以认购 所以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活动 那你刚才有提到说 可能SC他在这整个IPO活动会提出很多的疑问嘛 这些疑问也是你们律师行去回答的吗 还是corporate vice还是这个投资银行呢 你们也会一起合作吗 还是怎样 那刚才就有说到了嘛 整个禁职调查会有一个工作组 包括投资银行 律师 会计师等等的 那看SC他回来的问题是什么 当然负责那一块的这个专业人士呢 他就必须要去回答 明白 所以你们也会帮忙去看一下他们的回答是怎么样 所以其实他们还没有上市之前 会先有一个我们叫consultation的session with SC嘛 对不对 那那个session你们也会参与吗 那个时候那个session是已经委任了投资银行吗 已经委任了投资银行了 所以已经进行了很多的工作 才会进行consultation 并不是说corporate advisor跟他们聊了 他们想要上市 然后就准备了一些文案 就直接建SC嘛 不是这样的状况 通常是申请上市书提交过后 SC他就会有一个consultation session 明白就会告诉你说 你这整个IPO到底可行性有多高 如果真的不太行的话 他就跟你讲 你还是不浪费时间 如果有机会你再去调整啊 对不对 是的 那你看我们谈回IPO嘛 我国拥有三个不一样的上市板块 主要是有我们的主要市场 Main Market 我们的Ace Market 还有Leap Market 你可以谈谈这三个市场的标准吗 那投资者应该如何 以大马证券监督委员会所制定的这个盈利 还有架构的标准来区分当中的风险呢 IPO在马来西亚分成三个板块的目的呢 简单来说呢 就是要让不同盈利级别的公司 都有机会上市吧 那Main Market主板市场呢 是适合于在质量规模 还有运营方面呢 都达到一定标准的这个成熟公司去上的 那Ace Market呢 是专门给有一些发展前景的公司去上的 而Leap Market呢 是给那些想通过资本市场 去获得更多这个融资渠道 还有知名度的中小型企业去上的 那想要上到主板的公司呢 它有一些profit test要去证明 包括它在三到五个完整的financial year 财政年度呢 有不间断的这个利润 然后税后的利润的总额呢 至少要是2000万令吉的 然后它在最近的这个税后利润呢 也是必须要是至少有600万令吉的 然后Ace也是有要求 就是这个利润记录呢 必须要是在提交IPO申请给Ace的时候呢 都必须是要有同一个这个核心的业务去贡献的 那跟主板market不一样的是呢 马来西亚证券交易所呢 它就没有要求 就是Ace Market还有Lib Market的公司呢 一定要有这个最低的营业记录 或者是利润啦 然后相比起Ace Market还有Lib Market 证券委员会会对Main Market比较严苛一点 尤其是在财务状况 还有这个cashflow资金流动性的方面 比如说主要市场的公司呢 它不只是要证明 就是它必须要从招股输入息起的 这个12个月 有充足的这个运营资金 它也是必须要通过这个盈利测试 还有市值测试 去证明它的业务活动 是有正面的现金流的 然后最后还要证明 就是在最后的一次的审计财务报表 没有累积的亏损 相对的想要上Ace市场的公司 它其实只是需要证明 它在照股苏日期起的12个月 有充足的这个运营资金 然后呢这个证券委员会 是完全没有要求 Leap Market上市的公司 有这一方面的要求的 因为证券委员会 对这个主板比较严苛嘛 所以想要上主板的公司 它其实是不需要有这个 我们叫sponsor推荐人的 可是证券委员会却要求 Ace Market还有Leap Market的公司呢 他们一定要有这个推荐人 sponsor或者是advisor 去评估他们适不适合去上市 那这个sponsor和advisor 他们的法律责任是什么 就是他们必须要是承担 就是确保这个申请人 是适合上市的 然后他们所提交的文件 里面的资料呢 都是完整的 然后向投资者去担保这个责任 那个sponsor 他的法律责任是什么 那如果这家公司 他出现一些舞弊啊 还是他的account有一些问题 那这个sponsor 是不是要负起责任的 嗯 是的是的 那sponsor他在公司上市的 这个法律法规里面 他有一定的责任 所以他真的是必须要去确保 就是他担保的 这个公司上市的文件 真的是没有问题的 这些sponsor是谁呢 是不是Ace旗下 他们公认的一些企业单位 还是一些个人 还是怎么样 嗯 对 这些sponsor都必须要是 由Ace承认的advisor 还有sponsor 那你上到Ace的官网去呢 你可以看到就是 一个一系列的 这个Ace认可的sponsor 还有advisor的 哦 可以 对于Ace market 还有Lib market 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那我刚才说了嘛 证券委员会 他对每一个市场 都有不同的程度的要求 所以因为上面market 还有Ace market的 这个要求比较高 所以这两个市场呢 他们都可以从投资机构 还有散户投资者 就是基本上是可以 向大众那里去筹集资金 可是Lib market呢 只有sophisticated investor 就是他们的净资产 是高达50万令吉的 他们才可以去做 这个投资在Lib market的 对啊 对啊 这个交易所 他们的理由是 他为了保护投资者 所以他才允许 只有sophisticated investor 才能够投资在Lib这一块 那很多Lib公司 也一直在想办法 跟我们的交易所沟通 希望他能够 open up这整个程序嘛 让更多的人可以参与Lib market的投资 我们还要再看 你看我想比较好奇的是 一般企业无法获得 大马证券监督员会 批准上市的原因有哪些呢 是不是因为他们的盈利不达标 还是他们涉及的风险太大 还是他们的客户不够多元化 过于依赖某个客户 如果说盈利不达标 他们自己看到它的标准 就可以决定说 我就不上了嘛 这个应该不太可能 其实一般企业没有办法获得 这个SE批准上市的原因 可以来自不同的因素 那根据SE的官网呢 他其实有发布了一些资料 就是关于没有获得 SE批准上市的一些公司 他们的一些原因 那可能我跟大家做一些分享 那其中一个被拒绝上市的原因呢 是因为在disclosure 披露方面没有做好来 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申请人在应该要去 让投资者了解 他的公司的风险的情况之下 可能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 有一些隐瞒 或者是在风险招股书里面 写的不够清晰 所以没有去满足到 这个SE的标准 那接下来呢 申请人公司 他提交给SE的 这个申请书上面 如果有一些误导性的层数 或者是信息呢 都会导致SE可能觉得 这个申请人 在禁调方面没有做好来 所以提交的这个资料 不够完整还有准确 然后就拒绝他们去上市了 那另外一方面呢 就是在财务方面的问题 那有一家申请人公司呢 因为在其中一年的 这个财政年度的产生 负现金流 就是negative cash flow 然后他没有办法向SE去证明 他其实财务状况良好 所以也是被SE拒绝上市 然后另外一家公司 他因为没有办法证明给SE 他有这个充足的运营资金 然后在招股出日期的一年里面 是有一个稳健的财务状况 他也是被拒绝上市了 所以SE他是很严格的在审核每一个标准的 对不对 是是是 SE在这一方面是蛮严苛的 他不只是会看财务状况 他也是会看到这家公司的这个业务增长的前景 也是他其中会考虑的一个因素或者是标准 那如果你过度依赖某一个客户 就是所谓的single supply 还是你single的customer 他可能他也会质问你这一块 你要怎样去扩展你旗下的客户 如果这个客户他可能突然间有一些问题 那你整家公司的收入来源就受到影响了吗 是的 所以SE他也是会看这家公司的竞争优势 还有一些市场的规模 比如说可不可以跟国内外的市场竞争等等的 所以SE的这一班人他们不只是需要有法律的一些知识 他们也需要懂得这个企业发展 还有这个business要怎么走 他才能够去审核 不然的话他怎么去看 你这个业务到底哪一些市场有这个demand 还是哪一些国家会比较适合 他们要懂的东西很广 对他们蛮全面的 那你们做律师的也要去读这些帮他们 他们如果写了所谓的market demand 你们也要去审核 看他讲的罗不逻辑 对不对 律师的话就没有involved在这一块 那这一块是由market researcher去做审核 所以market researcher做出来的东西 你们不会去质疑 因为他是 他是专业人士 所以刚才你有提到说 其实SC他有在他的官网那边 立出那些上市不成功的公司 他旗下的原因是什么 是的 他有立出那些公司的名字吗 名字是没有的 可是原因就有 明白 所以那些想要上市的中小型企业 不妨到SC的网站去看一下 所以你不要犯同样的错 那你这条上市的路就会走得比较顺利一点 对其实来来续续就是那几个原因了 disclosure没有做好 财政状况有问题 然后过度依赖一个supplier或者是客户 市场精神力不够大 或者是有一些关联交易没有办法去解释好来 那SC都可能会拒绝这个上市的批准 明白那SC也不是没有给机会 所以你必须回去 你再整合 你再重新来申请过 还是有机会的 OK我还有一个问题 对那些想上市的企业呢 从法律角度来看 有什么他们需要注意的吗 你对他们有什么特别提示 好让他们整条上市之路可以来得更顺畅的 那其实我会建议老板 在决定要不要上市之前呢 其实要非常清楚 公司在上市之前 还有之后的这个利还有比 那简单来说呢 上市公司其实比私人有限公司 他们可以拥有更多的这个资源起到嘛 因为公司可以从工中那里去抽集资金 可是当然上市也是需要花费蛮大的一笔资金的 然后公司上市之后呢 他就必须要去开始遵守 这个上市的一些法律法规啊 义务啊 或者是公司治理的一些规则 那如果公司想要在上市的这个路途上 走得更顺畅的话 那有几个东西要注意的 比如说上市之前呢 公司一定要确定这个董事局的候选人员 他的这个构造一定要遵守法律法规 包括这个董事局里面一定要有独立董事 independent director 还有女性的董事在里面 因为这个是Bursa Listing Requirement 里面的其中一个要求 然后公司的这个董事委员会 包括审计委员会 Audit Committee 还有审计委员会的Chairman主席 他们的组成都是必须要符合上市的这个规定的 然后如果董事或者是主要股东呢 他跟上市公司有间接 或者是直接的一些利益冲突 比如说如果他们在一家 他们有直接或者是间接利益的关系的公司 跟上市公司进行比如说类似的业务 或者是上市公司的客户 或者是供应公司呢 他们有直接或者是间接的关系的话 那一定要尽量把这些可能会被SC提问的一些问题呢 就解决掉 化解掉 然后如果你有外籍员工的话 那也是要确保你平用的这个外籍员工呢 他是合法平用的 然后你有去遵守他们这个工作准征的条件 然后整个上市集团的员工 包括董事 如果他们是公司雇佣的员工的话 你也是要确保你有准时的去支付他们的这个公积金 EVF SOCSO 还有EIS 都是按照法律去供款的 那有关联交易的话 像我刚才讲的 就是要确保全部的关联交易都是公平的交易 然后没有一些利益转移的风险 然后最后呢 想要提醒大家的就是身为一名律师 我会建议申请公司 都要把公司所有对第三方的文件 都要做好来 然后保存好来 因为在禁止调查的这个部分呢 你的文件有保留好来 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所以你们的工作是不是他们 一完成上市活动就完了 律师的工作 是的 所以他们上市了过后 就不需要律师这一块了吗 除非他们有一些企业活动 对不对 是是 如果上市公司在上市之后 有一些企业的活动 比如说M&A啊 或者是Joint Manager啊 或者是要收购别家公司的话 那我们就会参与 不然你们的工作 就是他们在敲打那个工的时候 就完成了 是 那个是IPO律师的工作 对 我还有一个问题 所以一家公司它想要上市 刚才你有提到说 它是在委任投资银行过后 才建你们嘛 对不对 所以它在前期 是不需要得到法律的一些资讯的嘛 那每一家公司 尤其是大公司呢 其实都应该要有自己的律师团队啦 它的每一天业务的交易啊 签设到的合约啊 跟第三方啊 包括supplier 客户 供应商等等的合约 都要做好来 可以可以 那可以看出来 SE在整个程序上面 有那么多 那么严格的条例 其实都是为了保护我们的投资者 那律师在这一块 也尽量的帮SE完成 他们的这个使命啦 那今天我们也非常感谢 Spring的时间 谢谢你跟我们分享了那么多 谢谢建松的邀请 谢谢 财经股市是BFM财经所制作的 全新股市分析节目 这个节目将在每逢星期一 12点 在我们的脸书专页 BFM财经和YouTube频道同步来播出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记得要在我们的脸书专页 追踪最新一切的节目 并订阅我们的YouTube频道 我们下集见